三個月的花蓮東華大學宿舍 本來預定這個月底 可以讓學生入住 但是因為使用執照 還沒有發下來 校方表示 必須要延後到12月2號 而有不少學生抱怨說 新宿舍到現在 看起來還像是工地 而且最近又要考試了 這個時間點要大家搬家 真的是太不方便 因為工程延宕 導致9月份開學後 學生沒有宿舍可住的 國立東華大學 在校方三個月的保證下 期限已到 卻因為使用執照還沒有下來 現在必須再延到12月2號 才能讓同學入住 我們的掛件 在昨天已經順利掛件完成 所以後面 就是行政程序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會繼續努力 應該是算樂觀的 雖然校方樂觀 但不少同學卻是認為 新建宿舍環境 簡直就像工地 不但施工人員進出 影響同學隱私 而且就要考試了 為何不等下學期 宿舍完全蓋好後再班 我覺得可以 圓了這個學期之後 我才班 因為我覺得因為 現在我們太趕了 我們有一些報告 還有一些期中考 還沒有緣程 如果我們現在 搬過去的話 這會令到我們很忙 也是希望可以 住完一個學期才一半走 因為如果一直搬來搬去 就突然間 上課上到一半 要搬家 這種感覺 其實很不舒服 校方強調 現在新宿舍的環境 正在家景清理 其他公共空間的小型工程 也會在近日內完工 只有停車場 和室外執災 還需要時間 但這絕對不會影響 同學入住時間 以及生活起居 我覺得至少 整個學生進住 各方面生活機能 都算滿齊全 眼看十二月二號就要到 港工下的工程品質 有沒有問題 學生們是既期待 又怕受傷害 記者溫家凱 歡迎報導